中秋節和農曆中原普渡就在八月底 眼看只剩兩個禮拜 民眾开始准备买肉 但是猪肉成本飙高 价格涨到破百 根據農業部統計 全台毛豬交易量 十二號的豬價破一百大關的 包含全台有新北 宜蘭等八個縣市 其中屏東縣每公斤的豬肉價 來到一百零四點二八元 全台最貴 但競價高 豬肉攤業者還不敢漲 猪肉越來越貴 業者無奈的說 從去年底開始就慢慢漲價 花蓮今年三月的交易量 每公斤約七十元到八十元 擔到上個禮拜 每公斤的平均豬價約一百元 大漲了四成 要嘛還是不滿民眾陷入兩難 農委會則表示 會協調台糖跟大型的養豬戶 依照市場現況增加豬肉的供應量 華視新聞綜合報導 哈囉我是莊蕙琦 想要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